對我們的第24例的確是但也很擔心 因為它沒有明顯傳染源 它沒有明顯接觸史跟禮物史 那這個東西可以算是社區感染 我們大家現在爭議很多 它就是社區感染 那我們要去追查它的傳染源是很不容易的 那值得懷疑還是它之前 大概是在16天之前曾經接觸過 那個他女兒的同學來自浙江 那個時候雖然大陸還沒有爆發很大的疫情 但是然後它的潛伏期好像超過14天 是16天但是醫學都有例外 我常常強調這一點 就是說它有的時候你到了16天20天 說不定還會有傳染力 所以不能排除 那個衛生單位是一直積極在調查之中 希望能夠撲滅猩猩之火 所以其實這19例跟24例 最後兩個好像是類似社區感染的病例 都是我們擴大採檢對象才發現的 因為我們本來在防疫會議裡面就有提到說 這個我們一直在做檢疫啊 有旅遊死隔離死的人才會去列入通胞對象 但是我們還是可能會有所 我講的那個隱形的次帶傳進來的可能性 隱形次帶感染意思就是說 你的那個進來有接觸死旅遊死的人 他本身沒有明顯症狀或是是輕症 進來以後傳染給本地人 本地人就得到感染以後 他沒有理由死就變成被忽略掉沒有被通報 所以為了去彌補這一塊我們就規定說 不明為言肺炎或者是奇怪的肺炎 或者是像這樣子流感重症通報的病例 你驗不出流感那就要驗那個新冠病毒 所以這樣子我們找到這兩例 這是有點回溯式的去擴大採檢 主動講到的 那這一個出現我不覺得它會影響到我們的防疫政策 因為所謂的改變防疫政策就是說 一個重大疫病出來的時候 你初期是圍堵 希望你的病毒都不要進來 萬一病毒已經侵入你的社區 到處都開發的時候 你再去圍堵也沒有什麼用 因為你的自己家裡面都到處都是病毒 所以那時候我們會從圍堵進到減災 所以減災就是放棄圍堵了 那時候你就不要居家檢疫 你不需要去做隔離 你不需要做積極的採檢 你就是停止散開散破 停止大型活動 這樣子看起來好像是比較消極的活動 其實是無奈 無奈的減災的防疫動作 我們現在出現一個兩個病例 而且那個第19例後來 已經找到傳染員了 那我們現在的重要的工作是 極力去撲滅 再過來的隱性二代傳染 就是說這兩個19例24例 他的接觸者 如果又有病毒的話 我們要一直擴大擴大篩檢 擴大擴大的隔離 希望這些那個新興之火 都可以馬上就撲滅下去 所以他目前對我們的防疫 是沒有一個重大的影響 我們還是處於唯獨的階段 所以我們才會說我們的政府 需要跟美國CDC都溝通 我們目前只是零星的社區感染 並沒有嚴重到說要嚴重一個 很強的一個旅遊警示 那至於美國的研究 他說什麼病毒的那個 跟那個細胞的結合率是 SARS病毒的20倍 聽起來好像很爽動 其實我覺得這個並不是一個 很重要的事情 那個病毒必須要吸附人類細胞 然後他就騙人類細胞說 自己是人類的東西 我是自己人這樣子 如果不能吸附的人 我們細胞就不理他 你能夠吸附他的時候 他那細胞默契會覺得說 你是自己人 就把他囤進來 囤進來以後 病毒必須基督細胞才能夠作怪 那更重要的其實是 這個 那個武漢肺炎病毒 他的輕症太多 這才是要點 輕症還有無症状感染 也會帶病毒會傳染人 這是他不容易控制的要點 而不是說病毒的輕負率高低 那所以SARS跟那個 武漢肺炎都不一樣 SARS都是重症 我們看到病人 一看就知道你有SARS 就懷疑啦 懷疑你有SARS 就幫你隔離起來 就控制啦 現在就輕症無症状到處跑 你也看不出他有病 到了他其中有一部分重症而已 那所以這個是 輕症太多其實是 他容易控制的原因 因為這個武漢肺炎病毒 就有點類似流感一樣 不容易辨識 我先回去 我們要回去 大家去 走 不要走 我們正面臨全球防攻 領導人 還要走 沒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